已经第八届的酷酷酷比城市碑全国大专院校 即高中职三创行销竞赛 再度在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气管系盛大举行 今年报名队伍来自全国各地 大专组有334队 高中职组有173队 参赛人数大约是2500人 再度创新高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气管系连续举办 今年来到了第八届 2023酷酷比城市碑全国大专院校 即高中职三创行销竞赛 而三创就是培育创新 创业以及创意整合行销人才 今年报名队伍来自全国各地 北从基隆二姓高中 中部有彰化高商 南到屏东的屏隆高中 都有同学来组队报名参赛 而报名参赛的大专组总共有334队 高中职组总共有173队 共计507队将近2500多人 报名参赛 人数创历年来的新高 我们这次是带着很开心的角度 能来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我们前几天都花了很多时间请公假 然后来准备这个比赛 我们是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准备这个比赛 希望能获得一个好成绩 我们比赛内容是以3D建模为设计的产品去发想 在手机及网络普及的世代 让每一位同学都充满稀奇古怪的创意发想得以发挥 进而借由参赛实作与城市科大气管系创学界之冠 强强联手打造气管系孕育三创人才 报名队伍以及参赛人数双双打破以往记录 城市科大气管系在全国各大专以及高中职三创竞赛当中 鼓励了大专高中职生踊跃报名参加 好的 这一次非常感谢全国大专院校跟高中职 我们这次酷酷比第八届 我们已经破了我们原先原有的记录 就是大专加高中总共有500多队报名参加 参赛的人数将近有2500多人 好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比赛 我们就希望跟借由同学的创意 然后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然后跟我们的业界做一些链接跟结合 系主任表示 城市科大气管系就是要打造血杠青年 让同学多才多艺 借由竞赛引进同学的三创能力 强化同学的实作技能 并且透过各种活动及竞赛加强应用能力 而学生从参与到实作竞赛 累积产业的实战经验 并且透过城市科大气管系与产业连结 竞赛作品将会透过网络 让气管系的产学合作公司 有企业选财的机会 提供给产业界以及学生一个互惠的连结 记得许多艺带水采访报导